PK After Dark 雄龍杯選拔賽 第三集 也是最後一集 我是Sparrow 坐我旁邊的是Breeze 大家好,我是Breeze 最後剩下六位選手 Anthony領先 另外還有Sunny,Charles Red Seal,Simon Cherence Breeze,你應該去打吧 好像...不是 有誰? Simon和Cherence好像不太熟 但應該都好像打過 一會看看他們的 檯上的情況就知道了 我就很認得他們 一定 經常都見到 在我們 講迫超 是啊,都是上客 Rex Seal為什麼抱著 兔子 豬 你也有另一隻 我一隻是 不知道站在我的小鳥 靖河童 現在Beeze 現在Beeze 是48,000 8,000 那剛才看 其實可能Average 都有 只有30個BB 大約 有一個比較短的 好像剩下四萬多的 是不是拍這個呢? 好 在69,000 真的很短 不知道 只有8點多的BB 那其實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好說 不過 其實這些位置我覺得可以flag 在Big Blind 因為Close Action 那你shuff下去 又沒有什麼FE 可以flag 可以stop and go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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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局開了什麼FORP 有什麼FORP 都是閃進去的 可能有些很Extreme King Queen Jack FORP 可能不閃進去 那 那就 都OK 3-3都依然退下了 對 是 Dub Up了 可能如果他FORP 就沒有Dub Up了 可能如果Scaro打 就沒有Dub Up了 是 Yin Sub Court 也很Standard 3個Scaro 3個Scaro Brice 你也有多出國打比賽 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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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亞 東南亞 也是出國 不是整個東南亞 是一個國家 去馬尼拉多 我看到你好笑 今年是馬尼拉比較多 今年應該去了 我忘記了 4次還是5次 嘩,那真的很多 今年是最多的地方 因為以前就一直是澳門最多 之後澳門少了之後就是台灣和馬尼拉 未來年會想嘗試越南 哦,即是你都沒去過,我都沒去過 咦,你沒去過越南? 我沒啊,這麼可愛 是啊,因為剛好就不到時間 哦,ok 所以今次這個紅龍杯挑選賽 選物賽就挺好的 因為又可以去鼓勵到一些玩家 好像Breeze那樣可以出國試試比賽 打比賽 是啊,因為始終外面那些真是燃燙燙 贏就是一球 輸到一球 哈哈哈哈哈哈 肉痛的會是吧 都會的 都會的 是啊 不同感覺的 還有對手都不同一點 都是都是 就不只是香港人 嘩,嘩,很短啊 Currence 二萬五 兩次 兩次 這個BB 那 基本上BB就一定召喚了 但Charles 不知道會有什麼操作 這個位置你會怎樣做呢 我 有機會Race 也不是有機會 應該也會Race 差點Race多少 看看後面兩個Binds那個Stat是多少 嗯,我也很贊成 因為King Jack Suit 都真是 好 理論上 Ahead一個2BB 的Range 都 嗯 你覺得這個 Charles 五萬 有沒有OK 我覺得OK 甚至其實再小一點 Click都OK 再小一點OK 即是真的Click 講的Click 可能是等於 Click三個BB 誰知道他來一個Clip 都還沒中 不中 都是可以Double Up 對,Pocket還是好一會 講回熊龍 即今年的熊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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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020年的一月份 就在馬尼拉 嗯 嗯 但他們現在這個選拔賽 其實已經打了 熊龍 已經在濟州 哦,濟州 哦,對 不過接下來一月份 都會有一個 是啊 應該是不是 熊龍在馬尼拉 是啊 第一次 那Breece 會不會去 現在考慮 因為 講幾個地方 同時間一月都有比賽 哇,現在亞洲都經常都是這樣 很多啊 是啊 幾個品牌 APT 又AJPC 又APOT 又APOT 然後 然後 不知道 哇 很多英文字 是啊 然後台灣又幾個 這樣 真的搞不定 哈哈 那除了熊龍會 還有考慮什麼呢 APT也在越南 哦 都很受歡迎 這個 都很多人去 看看銀包如何 哈哈 因為始終熊龍 就 比APT更貴 嗯 嗯 是 買進相對大 嘩 嘩,這些真的是創牌 BVB 都 沒有啦 都標準 一定是金打 因為看到 Rexil應該不是說 很多碼 嘩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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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 Sitta 一直在眷顧 那些 是 哈哈 哈哈 其實這些BVB 就是 30個BVB 都可以打 嗯 那 那 張台也不是很多人 可以多過30個BVB 應該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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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VB不知為何呢 是否我們經常承認住呢 就總是覺得BVB 就經常會爆 不是爆過西晚就爆過大晚 嗯 哦,其實是合理的 是很合理的 因為你BVB的時候 大家的Wave都是很壞 還有 也有一個Card Removal 的Factor 就即是代表前面的人 Fold 的時候 前面的人 就應該Fold 那些差距 那剩下漂亮的 那剩下漂亮的 就是留下兩個位 哈哈 這個也是有些因素 雖然這個Factor 就 不是很大 但是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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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PK 很多時候 都是 好像一個 Cash Game 那樣的形式 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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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條 嗯 這個 上次 Steven 這也是一個 挺大的 不同 是啊 有時候 不可以說 之前我們都錄過幾集 PK 就發覺 Depair 都有點 失敗 因為可以有很多 一條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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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加上 這個是 Settler 還有最後 現在都打剩六個人了 所以 都不 EVACTIVE STAT 亦都短很多 就是 這些 Settler 又撞了 是啊 那都Standard 那 他10個BB沒有 8個BB 那都在召喚 又是 咦 會有機會呢 好 結果 Settler 都是一共有作風 就是 咦 不是啊 這次Charles 是短一點的 不知道 是不是 三五個 不知道 看到 Rex 好像 很興奮 得來又 很緊張 拍手掌 就是他拿著工作 你會不會的呢 你那隻工仔 你會有空來弄一下 很多人都說過 也有不少人 上次有人問Rae 不好意思問我 就是 那隻工仔有沒有洗過 哈哈 哈哈 黃馬身經八戰 哈哈 那 那 暫時 還沒洗過 哈哈 哈哈 那是為什麼呢 那個原因是為什麼 為什麼還沒洗過 是啊 那 那工仔又不是穿的 反正 之後 過不久 他又 又出去 又坐在桌子上 哈哈 都保持著髒 繼續 等他髒一下 哈哈 即是去到一個 暫時還能忍受到的情況 哈哈 哈哈 咦 BVB 又是BVB 所以BVB就有些 Kings and Suit All In 嗯 還有Cupers 都 應該是Stan 也應該是Stan 有BVB 有BVB 有沒有BVB 沒有 那 SUNNY 就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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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zu 應該是 Czu 對了 應該是Cupers 剩下最後四名選手 Breece打這些比賽的時候 你也贏過比賽 在外面也記得 通常打到多少手 你會開始有點像 腎上線上升開始興奮 開始忘記了看訊息 多少手 我想應該差不多這個位置 四五手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 而且四五手也比較忙 因為很關鍵 因為Pay jump開始大 通常剩下四五個左右 每個決定都要想得很清楚 這個錯誤可以很昂貴 這個位置 你不可以請啊 能夠推到 其實是五個BB 十十都應該是絶錯 也是 不過後面有一格 都會想不乾燥 不一定的 都說了 都不用想了 都暫時看大家都全部都很正常 是呀 都很合理 沒有看Cash Game那些 不過派太太那個就特別一點 暫時看都好像 Behind 贏多一個Ahead 都是呀 那些被人當了又派到三歪出來 是呀 不知道會不會是風水又或者是這張堂是特別的 都經常都看得到 我記得有時特別是Turbo的比賽 到最後可能只剩下4、5手 其實大家的Effective Step 都說的是剩下10個BB左右 有時我覺得這些位置都很趕勻 是呀 相對於這些位置 Edge就是指你的Range 是否準不準 是呀 例如剛剛In7、Off 10、10 那這些就太明顯的Shift 大家就是趕勻 但可能有時有些Marginal 你知不應該推呢 是呀 究竟是否正EV 這個都要好好研究 坦白說這些Edge其實是小的 嗯 到這個位置 所以呢 譬如打一些Online的Player 即他們Hyper Turbo 或者Turbo Edge的Ri其實都一定是低一點 嗯 不過也都Rly Rate 因為Torman快點結束了 所以Rly Rate未必會低了 可能會不會高了 好 那又來了 800對In3Sue 我2號一次 Rat Sue是推也不知道 10個BB 哇 In3Sue也會接鋒 Wuuh 那Sitta就意味著 喂 哈哈哈哈 繼續都是背後的嘉賢 很慘 當時Fib這些位置 人家是one over 三個外套 是啊 剩下兩三個人的時候 發生這些就真的很痛苦 整天我自己有那個感覺 我整天都很討厭一隻煙出來 很多時候Bad Beat都是開一隻煙出來 可能只是10對煙七 有時其實在想 整副牌三樓其實很舒服 但不知為何就出來了 整副牌只有三隻牌可以輸出來 這樣都要派出來嗎 我記得有些Fib也是這樣 我是Pocket 人家是AX 現在也是過了三個外套 無論如何Fib就出了兩隻煙 三個外套還要在Fib就出了兩隻 好像是假的 但是是真的 再來吧 其實有一點原理的就是 可能我們會特別記得這些 譬如我們10-10贏了 煙七的我們不會特別記住 所以特別記得的時候就覺得好像整天都Bad Beat 那你是哪種人呢 是那種記住開心的還是記住不開心的人 其實我打得太久有點麻木了 也沒什麼記這些 Focus是打得對不對 打得漂亮不漂亮 我會記住 18月我會說中夜 那終於沒有Sitta的眷顧 Kiris 是 好了 Hats up Simon對 Simon對Anthony Anthony 人稱黃師傅 黃師傅 黃飛鴻 不知道 其實要問Jackson 好像有些好笑的故事 不知道Jackson是起的 我不太清楚 Anthony 很多馬 說了三個BBA 都沒有了 基本上都Stand up 有時候好像剛才的手牌 五五 人家太狠狠的時候 基本上人家接近Anthony都會召喚你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這樣FIP輸了 是 好啊 這樣很快就完結了 一會兒的Hats up Saturner是這樣的 恭喜Anthony 贏了 恭喜黃師傅 好啊 完了之後 希望大家 下個星期 我們還有PK After Dark 不知道 接下來這一集是 哪六位的選手了 不知道有沒有Breeze粉呢 聖母二代 大家 拜拜 拜拜